小麦是大雅的特色农产 大雅面食文化节14号将在大雅区的宝新宫热闹来登场 今年除了有小麦闯关以及摸台活动之外 更有小麦面食的料理大赛 另外更结合了AR实境 民众用手机就能够和小麦田来合照 让更多人认识大雅小麦的产业文化 大雅区长林立荣在台上介绍 到今年的年度盛世小麦面食文化节的相关内容 宣布即将在10月14号大雅宝新宫热闹来登场 并规划了小麦面食料理大赛 要大家一起来PK处义 那当然有分三组 第一个是开放给一般的民众 然后第二组就是我们大雅区的民众 第三组的话就是婆婆或是媳妇一组 或是亲子爸爸妈妈一组 那有分三组去喷 现场去喷煮 然后之后我们会邀请米其林 评件的主厨来评比 然后之后选出一个比较优胜的 一个比较好美味的食谱 然后之后就会把这个食谱公开 除了小麦面食乐理大赛之外 小麦面食文化节现场也规划 一系列的小麦闯关于摩采活动 今年更特别结合了AR实景 民众用手机就能够和小麦田来合照 相当有趣 比较特殊一点就是他用手机 可以结合我们AR的一个实景 去体验麦田 去造一个实景 因为现在不是小麦产季的一个季节 所以我们是借由AR把这个实景带进来 感觉现在是小麦收成的时候 那今年其实我们年初的时候的新闻 也有上到说我们其实收鸟 还影响非常大到40%左右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系列活动 让更容易来种小麦 以及让我们的产量能够再更加提高 公所表示 期盼透过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内种 寓教娱乐的方式 传递小麦的相关知识 让更多人认识大雅Z地的小麦产业文化 记者中视听台中采访报道